有沒有 跌這一波 是不是到侯宇身上了 確實嘛 你看他之前跌這一大波藍白破局 跑到賴清德身上了 所以現在問題是你要怎麼樣 把柯文哲選票化為實際嘛 因為現在的總數是說 46.2比38.3嘛 各位有沒有算數一下 算一下大概4乘5比5乘5啦 確實還是有4 6比啦 但問題是選票分開了嘛 這是當初為什麼大家一直很擔憂的問題嘛 說藍白破局不管怎麼樣賴清德都很容易贏嘛 即便說現在已經產生了非常大懸殊的差異 但還是有問題嘛 所以我問各位一個問題好了 我要回應剛剛的好朋友 請問國民黨現在去狂打民進黨 柯文哲選票會動嗎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這些人是誰 各位各位現在走到這個地步不是在算%數了 最後30幾天你知道要算什麼嗎 算票數啦 你要精準的算出一票一票的組成分子是哪裡來的嘛 所以我現在算給你聽嘛 你看一下柯文哲嘛 來柯文哲縣市區域完全看不出個所以欄 新北14.6% 台北13.2% 陶竹苗19.4% 中張投14.8% 雲嘉南14.5% 高坪11.5% 吉宜花東棚 金馬15.1% 這個叫做看不出個所以欄 就是很平均 那你知道為什麼很平均嗎 因為都是空氣票 都少年輝啊 空氣票 所以他沒有地域性的差別 沒有地域性的差別 來唯一有一個差別就是什麼 陶竹苗 那你知道陶竹苗為什麼嗎 因為高雯安在新竹啊 所以新竹稍微高一點點啊 就這樣 那你看年齡層才有意義嘛 來柯文哲這叫年齡層 來有沒有看到 這最新的喔各位 這今天的喔 你看到50歲以上 50歲以上 9.6 4.2 2.6 2.4 那個叫什麼 這叫崩盤啦 50歲以上沒有票啦 不是崩盤啦 因為本來就沒有這個盤了啦 柯文哲50歲以上 本來就沒有這個盤了啦 但是過去他最引以為好是什麼 自霸年輕人嗎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有沒有自霸 20到29歲 賴星的3期 侯友宜49.5 柯文哲23 不是啊 柯文哲年輕人只贏 侯友宜3.5%欸 搞懂了嗎 這才是關鍵啊 來30到39歲贏多少 侯友宜還贏欸 40到49歲了 連侯友宜又贏了 哇 那是要怎樣 然後賴星德都第一名 所以各位 我在這邊必須要正式定調 柯文哲已經不是年輕人的新寵物了 柯文哲已經不是年輕人的寵物了 柯文哲已經失寵了嘛 年輕人也沒有特別喜歡他了啦 那你知道這個盤要怎麼解嗎 這個盤代表一件事情 藍白在20到49歲的地方分裂了嘛 菲律陣線在這邊分裂嘛 產生分歧嘛 這個分歧就是白蓮叫 恨死國民黨嘛 而這個恨死國民黨怎麼來的 柯文哲有意為之的嘛 操作對立的嘛 所以現在變卡在這邊了啦 這些人就是最討厭國民黨的那群人啦 但他們也討厭民進黨啦 都討厭啦 那你說要怎麼樣去吸收他 要怎麼樣讓他過回來 因為現在邏輯很簡單嘛 擺在這邊不回來就是輸嘛 好那我再看到侯偉宜的問題 來你看中張頭還算小輸而已 雲家男高頻 全輸雲家男高頻 中張頭雲家男高頻 這三年地塊輸慘了 輸太多了 所以輸在這邊啊 故事講北票南部決戰中台灣 北部的票南部來補 但是北票現在也輸啊 因為柯文哲啊 那南部也是輸啊 中部也輸啊 他輸的原因是什麼 拉過來看就知道 因為柯文哲很平均嘛 年輕票全部都跑了嘛 都被他咬死了嘛 但是咬死又咬不多嘛 有咬多少咬我們講的嘛 現在是最糟的狀況 賴欣德最喜歡的狀況 均分啊 均分啊 所以各位你還記得民眾黨那時候跟我們講說什麼嗎 哦沒有啦我跟你講 我們的目標是下架民進黨 國民黨你知道很奇怪啦 國民黨好像只是想要下架民眾黨 還記不記得這句話 那你現在看看是誰在幫助民進黨 不是嗎 當初民眾黨跟大家說 柯文哲的終極目標是下架民進黨 所以才要柯文哲當政的 而國民黨的目標只是下架柯文哲 可是當現在雙方分裂之後 我必須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請問你民眾黨還想要下架民進黨嗎 輸成這樣 均分 這完全是符合賴欣德的需求 賴欣德看到這個最高興了 分裂 那你是老三啊 就你知道民眾黨今天跟大家講什麼 沒有我們沒輸 阿伯沒有輸 阿伯民調27% 哎呦不要自欺欺人啊 誰講的邱承遠 我在這邊就問邱承遠一句話就好了 如果到時候柯文哲選票開出來 跟黃珊珊一樣 你要不要下跪道歉 黃珊珊當初也說自己第一名啊 黃珊珊當初台北市長也說自己第一名 說自己30% 開出來15%之後呢 選前最後一週 最後兩週 反正就封關民調之前他還在唱說自己是第一名 啊你繼續吹啊你們繼續吹啊 你們如果沒有講過說 要下架民進黨 要政黨輪替這是大家的目標 說要選一個最強的人可以贏民進黨的人 如今你們已經證明輸了 還死不認輸 那到時候下架不了民進黨 你現在還在唱高調說自己27 伯仲之間 你如果最後開出來連15%都都不到 你邱承遠要道歉嗎不會嘛 裝沒事拍拍屁股回家 講這種話 我跟你講你負責 沒有辦法負責任的話自己就不要講 我等著看嘛反正我們話就放在這邊 畫面也放在網路上 到時候你開出來剩不到15% 我絕對找你邱承遠來問 來各位看一下政黨支持度喔 來這是一個警訊 國民黨已經94.3了啦 民進黨95%啦 所以現在的邏輯很清楚啦 賴清德拿得到年輕票啦 而且這一塊年輕票是屬於中間選民的年輕票啦 而賴清德拿的這些年輕票 這些中間選民的年輕票來 三七三七 是台派愛台灣的啦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過了嘛 所以現在侯友語缺的就是這一塊嘛 缺在柯文哲那邊嘛 但是各位好我們現在講完結構了 戰局我們幫你分析完 那你看一下柯文哲今天在幹嘛 讓你看一下柯文哲在幹嘛 這是柯文哲的行程 各位 請問你對於昨天柯文哲 做了什麼 你有印象嗎 昨天柯文哲一個公開行程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先來問觀眾好朋友 來觀眾 各位線上好朋友 各位兄弟姐妹們 請問你們知道昨天柯文哲做了什麼嗎 知道的打加1 不知道的打減1 來各位線上的兄弟姐妹好朋友們 請問你知道柯文哲昨天做了什麼的打加1 不知道的打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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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喊 讓你12%正負6 有人說去澎湖嗎 不是去澎湖前天 澎湖是前天 你看你就不知道啊 沒人知道啊 沒人知道他在幹嘛 完全沒人知道 我跟各位報告好不好 你們是最喜歡罵柯文哲的人 我們對柯文哲最神奇 所以連你們都不知道他去哪裡 柯文哲神隱啊 他只做一件事情 召開記者會 哇就沒人知道 他開記者會啦 他開什麼記者會你們知道嗎 我看好像沒什麼人知道 Tia說雨萱冷靜要交朋友不要吵架 我想Tia不用冷靜 為什麼 因為那些就是網軍來亂的 但是你沒有發現他們數量很少嗎 我們待會會解釋 過去這些白連教很盛大的時候 都會洗我們的板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些白連教 你知道退教 他們在退教潮 萎縮了 沒力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你解釋理由 跟原因跟為什麼 這種教徒喔 一定要把他打醒才行 你對他客氣沒有用 你跟他好好講話他會跟你講說柯文哲第二 你跟他講人話他會跟你講說柯文哲會選到 然後這個民調會超音感美會贏過賴清德 所以你跟他好好講話沒有用的 好不好 這個需要這個愛之深者之切 愛之深者之切 前一陣子還有民眾黨的好朋友跟我聯絡 說這個罵黃珊珊罵得好 黃珊珊會把柯文哲害死 黃珊珊專權獨斷 民眾黨的好朋友講的喔 各位這不是我講的 所以我們講 做對的事情不怕人家罵 所以好各位 你既然都不知道柯文哲在幹嘛 也不知道他昨天開了什麼記者會講 他開勞工記者會 勞工跟你們息息相關的 然後你們沒有人知道 但沒有關係 我直接先把結論講出來 柯文哲已經心太崩了 各位你知道什麼叫心太崩了嗎 一場遊戲對不對 各位你有玩過電競遊戲都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你就用球賽來想好了 電競通常會打35分鐘 籃球賽通常會打48分鐘 而柯文哲就像是那種電競比賽有沒有 5對5有沒有 DOTA看你要傳說對決 英雄聯盟隨便你 然後他就開局5分鐘之後呢 就發現自己死了3遍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他就覺得自己穩輸啦 覺得自己穩輸的時候他會怎麼樣 心太崩了 心太崩了 不想玩了隨便擺爛 擺爛之後開始幹嘛 放推 放推的意思你都聽不懂 有些比較黏長的朋友 就是說我就不防守了啦 籃框給人家愛投去投啦 甚至這個對手 這個跑過來運球沒有漏球 他會幹嘛 送投 送投什麼意思 欸你球掉了是不是還幫你撿起來 給你投投去投 把我打爆把我打爆啊 柯文哲現在就處於這種狀況 心太完全崩了 不是各位 你覺得我在亂講對不對 你仔細思考一個問題喔 智商聰明1575柯文哲 現在看到這個民調 他說他不相信美麗島對不對 那你看其他的吧 你看每一份吧 他會不會得知到自己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不可能選贏這場比賽 所以他就我不想努力了嘛 請問柯文哲現在還有可能選贏這個比賽嗎 以他的智商 他清清楚楚啊 他知道自己註定落選了啦 這根本他不是他要的嘛 柯文哲原本的玲瓏棋舉是要什麼 要說藍白破局之後 國民黨還要仰賴他選立委 所以他可以蹭 蹭了之後他可以把民調拉高 然後甚至再把國民黨邊緣化 把國民黨併吞 這他原本的打算嘛 但請問有這種契機嗎 沒有因為全面封殺 那柯文哲最引以為好是什麼 空戰 但少了藍白有這個話題之後 他還能談什麼 不知道沒話題 他也沒身份 沒事做 每天就罵人 結果原本想說跟這個張宇軒 跟這個吳子嘉搶飯吃 當名嘴爆料 哇爆料之後就被民進黨說要告你 說你搓湯圓 兩億 然後又不敢爆了 好啦好啦翻篇了翻篇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想是這樣啊 翻篇了翻篇了 不要說不要說了 說太多了說太多了 哇 所以就發生昨天的慘案 各位他去澎湖他是不想去的 但是沒辦法啊 你知道柯文哲去澎湖什麼狀況嗎 就是國民黨在藍白河的時候有人邀請他 但藍白破局之後人家根本不希望他來 但是他用硬著頭皮不得不去 不然呢會被張宇軒笑家裡蹲 不然會沒行程 所以他跑去之後呢怎麼辦呢 低調再低調 跟賴清德訪美一樣 低調再低調 然後到了下午才PO了幾張照片出來 照片出來之後才發現為什麼 因為隨乎比民眾多 民眾又比記者多 沒有人也沒有記者 現場一片荒芜 一片虛無 他又重新回到他的虛無 什麼都沒有 難怪柯文哲不想公布嘛 但不公布又被說家裡蹲啊 只好陪太太回娘家散散心 那等到了昨天 真的沒事做 你去看一下賴清德跟侯友宜 在那邊公布什麼宣傳影片啊 地方競選總部成立啊 節目專訪啊 忙得要死到處跑啊 各位朋友沒事做 沒事做 沒事做要幹嘛 講話 沒事做就講話 張開記者會 老公老公 然後沒人聽 放棄了 他已經自我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他終於認知到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 沒有了國民黨 我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陸軍 沒有了藍白河 我根本沒有所謂的空戰 而對上民進黨 我根本沒有勝算 所以在每條路此路不通 轉別路 可是轉了每一條路都死路一條之後 他終於認知到一個事實 第一個我不可能會贏 再第二個我沒有事情可以做 所以第三天到了今天 他已經索性 我直接放棄治療 我就隨便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魚肝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習 drawers 說白 diets 我們才能下穿 has